這個絕對是醫學的奇蹟 因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無心臟的健身愛好者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owPow 又到了網絡補血站的時間啦 蔡可以無心 那人無心會怎樣呢? 如果你跟來自美國的Andrew Jones 說 人無心會死 那他也是不會死的 因為他是聽不明白中文 撇開這一點不說 Andrew 都是世界上唯一無心臟 而又活得最健康的人 連醫生都對他奇特的生命力感到非常驚訝 年輕又帥的Andrew Jones 自從18歲開始就日日健身 他很快就成為了健身比賽的超級明星 但是好境不祥 正當他處於事業如入坊中的階段 有一天 他在健身室突然好像無電一樣暈了在地 後來他被送到醫院 醫生診斷出他是患有一種影響心臟崩血的疾病 換句話說他的心臟衰竭了 完全無法將大量的血液奔到他全身 莫說是做健身 Andrew 那時是閹閹一息 隨時都會沒命 醫生為了調住他的命 就為他安裝了一個名為 左心室輔助裝置 LVAD 的機械 裝置的本體是放在一個背包裏 不同的線材和管道連接著他的心臟 LVAD 可以代替心臟 每分鐘奔送6至10星的血液 產生充足的血流 令到心臟衰竭的患者可以獨自進行日常活動 身體慢慢適應了新的心臟之後的Andrew 一秒鐘都沒有氣餒 他每天都會帶著這個富有現代感的背包 現身於健身房就好像一個適閒適走的科技展覽一樣 他也從來都沒有在意自己的疾病 和其他人的眼光 依然默默地做著自己最喜歡的健身 Andrew 積極的人生觀 令到他成為傳媒的焦點 他都作為無心臟而又活得最健康的人 而多次登上新聞頭版 目前Andrew 已經成功移植了真的心臟 還做了專業的無特兒 見到無心的人都可以天天做運動 看來怕怕都不可以收拾 要快點去動一下身體才行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會繼續帶給大家這麼多精彩的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和給個like啦 давайте下個一個更新的影片 我們分享一下 你だけ正確看 但你應該 Relig了